最近推出了新歌的許廷鏗 這日去到電台宣傳 其實Alfred最近真的相當忙 因為原來他不只要為演唱會做準備 這次他還搞了市集 有很多事情搞 我自己跟很多日本的品牌也有 有些日本的品牌也有 還有一些合作 除了搞表演還搞了市集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事情要籌備 不過希望到時大家可以早點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 經常看表演都是下班後趕過去 只是衝去看表演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有點累 這次既然是聖誕放假幾天 簡直想大家早點來 準備好心情 不要趕快 慢慢來 吃東西喝東西 坐下來 休息一下 之後才慢慢入場 我覺得是一個看表演的很好的體驗 Alfred現在自己做老闆 凡事要親力親為 但是他當然不會忘記 自己是歌手的身份 近日都勤於練歌練舞 這次的部分都長長地的聖誕 但是自己都要衡量 因為我們這次的舞台設計挺特別的 我們想有一條T台出來 但是T台是一個七字的形容 所以變成我們的排舞上 很多都要兼顧 就是可能要遷就舞台 或者要利用到舞台 希望盡可能 許廷坑就算在三八八 四八五八的區域 都可以出現到多些 當然是小心為上 但同一時間就希望可以接觸到多些不同的歌迷 至於說到好有鄭欣怡 外界一度以為Joyce 會擔任她的演唱會嘉賓 Joyce的歌迷會就發文 否認Joyce會出席 而Alfred也強調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我自己是個人的願望 我希望她會出席來看的 但是後來就說什麼 好像不知是變成請她做嘉賓 其實距離我都未必知道可以怎樣安排 因為沒有理由叫她去T台 等著她穿一個高跟鞋 不過坦白說 我自己是覺得 總之我們大家互相支持就可以了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上來做嘉賓 我都覺得不是一定要的 他有沒有都 可能不是做嘉賓 但他有沒有人答應你 他一定支持的 如果不支持就不會拍一場和我這個MV 反而反過來 我都給了一個免死金牌給她 她有什麼需要 就不太歡迎的 儘管說 用得著我的地方就儘管說 包括整牙的 所以最簡單就是希望身體健康 我反而是覺得她如果來的話 要幫我在下面做一個氣氛督導員 因為她一出場的話 就算在下面的觀眾席 她都可以令到現場的氣氛很高 所以希望到時她來看 享受到就可以了 之前幫你拍了的東西 但可能她在台上還未準備好嗎 我想她其實很快準備好 我看她好像昨天也出了一些帖 她接下來也會恢復工作 但讓她慢慢來 我自己都期待她新的項目 我想在2024年應該會見到很多Joyce的出現